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交通大学出版社制作的NCTU Plus说书中 这个节目将为大家朗读书,分享好书,用声音说书的故事给你听 这一集我要跟大家分享在科比睡不着这一本书里的故事 故事里的小男孩遇到了一只来自海参馆的海龟 而原本生活在大海中的海龟为什么会到屏隆海参馆呢? 我们来听海龟怎么说 亮晃晃的太阳光落在外头,同时亦下着细雨 海参馆内实验中心一向是满是海水味,现在则混有些雨水味道 作为一只两度被不同人群捕捉的海龟,对于海洋我总是充满着自由的渴望 遥想那时港口边海浪冲刷碎时,我本来是带着别人的愿望在游泳 但后脚却经上传来阵阵疼痛与无理感 我忽然想到浦岛太郎所解救的那只海龟,为了报答浦岛太郎的救命之恩 就把太郎带到海龙王宫参观了一轮 不过,我又不是来自龙宫 真搞不清楚人们为什么觉得我可以带着他们的愿望上达天厅呢? 民间信仰可是多到千奇百怪 那是一个面海的小村庄 村人的人口不多,靠着出海捕鱼来维生 小村庄的气候温和,常常出着太阳 可是那边的人不知道遭遇什么困境,总是显得郁郁寡欢 他们脸上带着忧虑与不安 却仍希望能向上天传递他们的祈求 祭拜海神的祭典时,人们踏着凶猛的舞步高唱歌谣 领头者用双手捧着蒸六酒祭天后,一饮而尽 再用酒杯盛满一杯酒洒向大海 最后把那个白痴酒杯摔向海边的岩石 我被捕获的那天,正是人们准备祭拜海神祭典的前夕 我正懒洋洋的摊在海边岩石上 温暖的太阳晒得我浑身舒畅 我眯着眼睛,听着远方海鸟的声音,享受海风吹拂 忽然间,我就被一把抓起 也不知道那群人一一啊啊的在乱叫什么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广场 拿出几个铁片 每个铁片都像名片一样的大小 深灰色的边缘闪烁着金属的锋利光芒 铁片上承载着人们的愿望 和家平安 四个字就刻在铁片的最上侧 在油上倒下整齐的刻满一家人的名字 刻着名字的起伏铁片 仿佛有了魔性一般,看得我心里马发马 当我望着这些刻的字的铁片蒸发着呆时 突然就有人从背后把我抓了起来 同时间听见某种机械精锐的声音 叽叽叽叽地不曾间断地叫着 这种高频声音越来越大声 而且正一步一步地逼近我 我开始觉得自己全身都在颤抖 突然间,那个机械声猛刺在我的背壳上开始 哎哟,好痛啊 那时我的全身颤抖腰晃 我想有一部分是因为机械入侵导致 而另外一大部分是因为我害怕到没办法控制 这个机械声音不停地传达过来 全世界好像只剩下这个声音了 而且把我的意识切成资厘破碎 这个凄厘的声音就像是 替无法体会到痛楚的贝壳哀嚎者 无法再多看就直接闭上眼睛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 我的贝壳的尾端就多了三个砖孔 而且像挂钥匙一样 被挂上那些可有名字的铁片 放我出海的时候 我回头看到这些在我贝壳上砖洞 和挂铁片的人就站在岸边 他们吆喝 他们歌颂 他们哭泣 他们目送我离开 随后应有何家平安字样的铁片 就随我在大海中再浮再沉 我身带那些铁片游啊游着 想象自己好像成为某种形式上的朝圣者 拖着一家人的寄望 前行直到双脚无力 对于承载他人欲望的朝圣者来说 我没有目标 更没有心灵上的波涛汹涌 只是带了一些祈福铁片游回海里 自从被那些人的举动惊吓之后 我开始漫无目的 恍恍惚惚地游着 肚子一饿就找东西吃 对人们而言 我是大海的朝圣者 但是实际上 我只是受了严重惊吓的行尸走容 在海中游了两三天后 我就发现 越是前进 越是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疼痛 正不停侵袭着我的后脚 于是我再也无力抵抗海潮 被冲到海岸边 徘徊在港口附近 被海巡署救了起来 经过兽医诊判后 发现原来使我双脚疼痛的主营 就是因为这些细在贝壳上的铁片 在我游泳时候 不停刮着我的后脚 于是我的后脚就逐渐磨损 磨皮 会烂而化浓 我就这样被送到屏东的海生馆里面修养了 早晨兽医会为我查看商事 并且开药 私语员每天会在池池旁边的流理台上 料理食物 再把兽医给的胶囊和药碗 藏进那些切好的鱿鱼 污在肚子里 加上一些很新鲜的鱼鸭 还有高丽菜 以便为给我吃 在实验中心的收容中心里 中间有一个大圆池 住着包括我在内的三只海龟 一只是幼龟 另外一只 则少了一只钱币 平常我们都是 待在那个圆形池里面绕啊绕的游泳 只有需要做检查 或是要野放的之前 才会被移到别的地方 私语员在池畔准备开饭时 会先用手 清卖水面让他起泼文 好让我们知道 要朝哪一个方位游去吃东西 有时候也会有科学教育的活动团体 前来参观 这些日子里面 我逐渐习惯人影的来去 在早上固定有东西吃 同时也认识了其他海龟们 有一天我想起了这个往事 询问同在收容周期的其他两只海龟 对他们来说 自由是什么 小海龟说 这里 这个小脑袋啊 开始转了一下后 马上改了一下答案 嗯 是大海吧 他说完了就游开了 这个回答 从字面意义上 可能不是这么肯定 但是小海龟的答案 却也无疑是包含着他的信仰 而那种信仰是宽广 而且细致到没有办法看见的 那只比较老的独臂海龟则说 自由是有限制的 在那几天 大海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有时是一副天空蓝的慈祥面孔 就像儿时常见海龟一夜脸上微笑 有时是一匹正在奔驰的野马 有时则惆怅得很像夕阳余晖 有时则是深不见底的窟窿 恐惧如涌泉下而上不断地涌出 有时它没有形体 而是一种感受 透明带显的感受 以前的我 生活就是生活 平常要花时间躲避天敌和烈食 饿了就吃 吃完了就在海里游 冷了就游到上层造些阳光 热了就往下游 避避暑 现在待在这个大池里 必然安全 衣食无缺 也不会遭到攻击 但是在大池子绕久之后 总是感觉有某些不对劲的感觉 很奇妙吧 那种感觉就像是吃下几条冷冻鱼 肚子像是饱足了 可是又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后来 我在收容中心的大行园池里游了好几个月 终于有一天 他们就把我移到比较小的水池里 在我背上装了一个发泡器 好追踪出海后的路线 以及去向 终于到了野方的日子 兽医的定义苹果 从今天开始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那些渔船捕捞网 还有船只背后的螺旋桨 这两项东西都是致命的 要我远离它们 捕捞网的作用 原本是拖着一个网子在海底捕鱼 只是当我们游过去 不幸卡进网子时 就是梦魇的开始 因为接下来几个小时的拖网行程 会让我们无法游出水面换气 不断地挣扎 终将就会溺毙了 船只背后的螺旋桨 是另一种致命机器 兽医告诉我 之前有些海贵游得离船只太近 不声被卷入船只背后的螺旋桨 就会当场被高速转动的桨所击毙 好恐怖哦 一脸担心的兽医 还唠唠叨叨地叙述 其他一些人为垃圾的危险 像是吸管啊 塑胶带等 也是不要洁净为妙 我被野放那天 除了海参馆的人员和海巡署以外 还有一些佛教团体参与 有爷爷奶奶 有爸爸妈妈带着小孩 也有邀请法师来帮忙的 在那个遮阳棚底下 人们团团围就绕在我的四周 朗诵着一种关于放生的祈福咒语 我从箱子往上望去 各个面孔都好像一窥我现在的样子 贪头贪囊的小孩和大人们 都让我感到害怕 并且回向以前那个遭遇 关于那个尖锐高频的砖 我的盔甲的声音 就是我的贝壳的声音 还有那个荒动的世界 然后呢 这些人就一边念经 法师一面拿着水 沾到那个手 冲海个玻璃杯的水 再撒下我的四周 口中也是念念有词 接着 装着我的箱子 被思维穿着 让橘色的海巡署人员缓缓抬起 开始向海走去 跟随着受益的步伐 后面是法师 我还有海巡署人员 再来就是其他参与者 大家依照顺序 还成一列的画面 很像在游行 几分钟后 箱子就被垂直的 放在靠近海岸线的沙滩上 我开始分离向前爬去 刚爬出箱子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都很忙碌 我耳边听到有人开始分离喊 海龟加油海龟加油 有人开始重复大喊 有人开始拿着手机和相机 这些摄影装备 想要拍下我这段经历 小孩们开始目无转睛地盯着我 瞧生怕漏看了哪一幕 法师呢 就是一边在我旁边继续洒水 受益也来帮我调整前进路线 而每天为我的思域员 则是从头到尾 站在旁边默默观望着 直到我快要抵达海岸线 大家的心情看起来都很复杂 这些宗教团体 兽医 思域员 小孩子们 大家望向我即将消失在 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之间 这一次 人们一样目送我离开 只是他们的目光 没有彷徨和不安 比较多的像是好奇 也比较多笃定 这些人对于自己 现在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们有想追寻的东西吗 他们对于信仰虔诚吗 我终究是得不到 这些人的答案 不过这些对我来说 根本一点也不重要 这些人类的东西 这些禁止于好奇的问题 就别带回大海了 重点是我经历了一遭 其实从沙滩到大海 只有短短几分钟以内 自由的念头 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 和消失了好几遍 这种感觉就像一辆 及时的火车 很快地经过了 很多很多短小的隧道时 从窗口望出去的画面 就是风景 黑暗 风景 黑暗 风景 几秒钟之后 在沙滩的镜头上 铺上了一层浪花 那些我所感受的浪花 使我要当一个超胜者 故事就到这里为止了 海龟到了海洋中 究竟会再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可能没办法知道 不过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还有其他的海洋生物的介绍 是一本非常推荐给所有大朋友和小朋友一本 海洋生物很棒的入门书 NCTU Playz说书中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